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当地时间4月20号 美国媒体灰色地带发表揭露 美国部分人炮制的新冠病毒来自于中国武汉实验室阴谋论的文章 文章指出 炮制所谓病毒来源于中国实验室的假新闻 只是为了替美国政府转移其在美国抗疫失败的责任 该文指出 新冠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的谣言由来已久 最早出现在1月 随后部分美国媒体跟进了这一谣言 他们称自己的消息来源是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门的一名前军官 谣言真正扩散是4月14号 华盛顿牛报专栏作家乔什·罗金发表的文章 尽管文章末尾罗金承认 我们不知道新型冠状病毒是否起源于武汉实验室 但他的文章通篇充满了暗示 此外罗金的依据主要是来自美国政界观点 没有任何一位医学界专家的说法